《啟示錄》 五章一至五字 我看見座寶座的右手中有書卷 裏外都寫著字 用七印封嚴了 我又看見一位大力的天使大聲宣傳說 有誰配展開那書卷 揭開那七印呢? 在天上 地上 地底下 沒有能展開 能觀看那書卷的 因為沒有配展開 配觀看那書卷的 我就大哭 掌腦中有一位對我說 不搖哭 看那 由大支派中的獅子 大衛的根 他以得勝 能以展開那書卷 揭開那七印 自古以來 神以謎題方式隱藏了啟示錄的奧備 一直無人能夠解明 及至 按住神的預定 當人類歷史踏入2012年後 由於歲差運動的轉移 一年四個節齡 春分 夏至 秋分 和冬至 太陽從黃道十二宮四個星座的位置升起 竟然完全吻合了天上的四個活物 包括 春分時 太陽是從一個人在倒水的形態的水平座前面升起 吻合了人的活物 夏至 就是從金牛座升起 吻合了牛的活物 秋分 就是從獅子座升起 吻合了獅子的活物 冬至 就是從倒轉的非鷹形態的天蠍座升起 吻合了鷹的活物 從而 神讓石安教會而聲制啟示錄的啟示 藉著萬步星圖 從神以阿里夫塔 創造的天上繁星 不但預視了啟示錄將要仍然發生的事情 還能夠預知七印和四馬的審判揭開後 災難發生的形式 幅度 地點和時間 以及相關仍然人物的身份 能夠將千古以來封嚴了的啟示錄 正式全面地揭示出來 因此 安住神的預定 當神父 即石安教會被塑造完成 配得擁有星際啟示錄的啟示 能夠將神所創造 鋪設在天上的88個星座 重疊 Super Impulse 對應地球的時候 就會找出世界末後終極的答案 即神的時代計劃 與此同時 神父的石安教會 就能夠成為神的代表 頒布出各樣災難和審判 所以 因著2012榮耀盼望信息 當七印和四馬的澳被揭開 世人終於知道啟示錄的答案後 指定的事件和各樣災難就會陸續發生 沒如沒了地持續惡化 正如過往六年間 當2012信息和聲製啟示錄的內容 被逐步分享出來 隨即 世界各地也發生各種形式 甚至史無前例的災難 因此 當七印謎底被解開之時 就是七印和四馬審判應驗之時 再次回到七印和四馬審判 再次回到七印和四馬審判 再次回到七印和四馬審判